风言细品红楼 曹雪芹 红楼梦 成一本 第十一回 庆寿臣宁府排家宴 见西凤贾瑞起银心 话说是日贾静的寿臣 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 稀奇的果品 装了十六大捧盒 卓贾荣带领家人 送予贾静去 向贾荣说道 你留神看太爷喜欢不喜欢 你就行了礼起来 说父亲尊太爷的话不敢前来 在家里率领和家 都朝上行了礼了 贾荣惊霸 急率领家人去了 这里渐渐的就有人来 先是贾连贾强 来看了各处的座位 并问 有什么玩意儿没有 家人答道 我们爷算计 本来请太爷今日来家 所以并未敢预备玩意儿 前日听见太爷不来了 县教奴才们 找了一班小戏儿 并一档子打十番的 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 此后行夫人 王夫人 凤姐儿 宝玉都来了 贾荣并游氏 接了进去 游氏的母亲已先在那里 大家见过了 彼此让了坐 贾荣游氏二人 递了茶 应笑道 老太太原是个老祖宗 我父亲又是侄儿 这样年纪 这个日子 原不敢请她老人家来 但是这时候天气又凉爽 满园的菊花盛开 请老祖宗过来散散闷 看看众儿孙热热闹闹的 是这个意思 谁知老祖宗又不赏脸 凤姐儿未等王夫人开口 先说道 老太太昨日还说要来呢 因为晚上看见宝兄弟吃桃 她老人家又嘴馋 吃了有大半个 午今天的时候就一连起来两次 今日早晨 略觉身子倦些 应叫我回太爷 今日断不能来了 说有好吃的要几样 还要很烂的呢 贾荣听了笑道 我说老祖宗是爱热闹的 今日不来必定有个缘故 这就是了 王夫人说 前日听见你大妹妹说 荣哥媳妇身上有些不大好 到底是怎么样 游士道 他这个病得得也齐 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 玩了半夜 回家来好好的 到了二十日以后 一日比一日觉懒了 又懒带吃东西 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 旌旗又有两个月没来 秦夫人接着说道 不要是喜吧 正说着 外头人回道 大老爷二老爷 并一家的爷们都来了 在厅上呢 贾荣连忙出去了 这里游士夫说 从前大夫也有说是喜的 昨日冯子英 见了他幼时从学过的一个先生 医道很好 瞧了 说不是喜 是一个大政后 昨日开了方子 吃了一剂药 今日头晕得略好些 别的人不太见笑 凤姐道 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 今日这样日子 再也不肯不挣扎着上来 游士道 你是初三日在这里见他的 他抢杂争了半天 也是因你们娘儿两个好的上头 还恋恋的舍不得去 凤姐听了 眼圈红了一回子 方说道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点年纪 唐霍音这病上有个长短 人生在世 还有什么趣呢 正说着 贾荣进来 给邢夫人 王夫人 凤姐都请了安 方回游士道 方才我给太爷送吃食去 并说 我父亲在家伺候老爷们 款待一家子爷们 尊太爷话 并不敢来 太爷听了 很喜欢 说 这才是 叫告诉父亲母亲 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 叫我好生伺候叔叔 婶子 并哥哥们 还说那英志文 叫他们急急磕出来 印一万张散人 我将这话 都回了我父亲了 我这会子 还得快出去 打发太爷们 并和家爷们吃饭 凤姐说 容哥 你且站着 你媳妇 今日到底是怎么着 贾荣皱皱眉 说道 不好呢 婶子回来 瞧瞧去就知道了 于是 贾荣出去了 这里 游氏 向行夫人 王夫人道 太太们 在这里吃饭 还是在园子里 吃去 有小馅 现在园子里 预备着呢 王夫人 向行夫人 道 这里很好 游氏 就吩咐 婆子 媳妇们 快摆饭来 门外 一起 答应了一声 都个人 端个人的 去了 不多时 摆上了饭 游氏 让行夫人 王夫人 并她母亲 都上座了 她在凤姐儿 宝玉 侧席座了 行夫人 王夫人 道 我们来 原位给大老爷 拜寿 这岂不是 我们来过生日 来了吗 凤姐儿说 大老爷 原是好养尽的 已修炼成了 也算的是神仙了 太太们 这么一说 就叫做 心道神之了 一句话 说得满屋子里 笑起来 游氏的母亲 并行夫人 王夫人 凤姐儿 都吃了饭 竖了口 敬了手 才说要往园子里去 贾荣 进来 向游氏 道 老爷们 并各位叔叔 哥哥们 都吃了饭了 大老爷 说家里 有事 而老爷 是不爱听戏 又怕人 闹得慌 都去了 别的一家子爷们 被连二叔 并强大爷 都让过去听戏去了 方才 安南郡王 东平郡王 西宁郡王 北晋郡王 四家王爷 并镇国公 牛府等六家 中晋侯 石府等八家 都差人 持明铁 送寿礼来 据回了我父亲 收在帐房里 李丹都上了 档子了 领谢明铁 都交给各家的来人了 来人也各照例赏过 都让吃了饭去了 母亲该请二位太太 老娘 婶子 都过园子里 去坐着吧 游氏道 这里也是 才吃完了饭 就要过去了 凤姐说道 我回太太 我先瞧瞧 容哥媳妇去 我再过去吧 王夫人道 很是 我们都要去瞧瞧 倒怕她嫌我们闹得慌 说我们问她好吧 游氏道 好妹妹 媳妇听你的话 你去开导开导她 我也放心 你就快些过园里来吧 宝玉也要跟着凤姐儿 去瞧琴事 王夫人道 你看看就过来吧 那是侄儿媳妇呢 于是游氏请了王夫人 刑夫人 并她母亲 都过惠芳园去了 凤姐儿宝玉 方和贾荣 到秦氏这边来 进了房门 悄悄地走到礼间房内 秦氏见了 要站起来 凤姐儿说 快别起来 看头晕 于是凤姐儿 紧行了两步 拉住秦氏的手 说道 我的奶奶 怎么几日不见 就瘦得这样了 于是就坐在秦氏 坐的褥子上 宝玉也问了好 在对面椅子上坐了 贾荣叫 快倒茶来 婶子和叔叔 在上房还未吃茶呢 秦氏拉着凤姐儿的手 抢笑道 这都是我没福 这样人家 公公婆婆 当自家的女孩似的带 沈娘 你侄儿 虽说年轻 却是她敬我 我敬她 从来没有红过脸 就是一家子的长辈 同辈之中 除了婶子不用说了 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 也从无不和我好的 如今得了这个病 把我那要强的心 一分也没有 公婆面前 未得孝顺一天 沈娘这样疼我 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 如今也不能够了 我自想着 未必熬得过年去 宝玉正把眼 囚着那海棠春睡途 并那情态虚血的 嫩寒锁梦 阴春冷 方弃习人 是酒香的对联 不觉想起 在这里睡赏教时 梦到太虚幻境的事来 正在出神 听得秦氏说了这些话 如万箭钻心啊 那眼泪不觉就流下来了 凤姐见了 心中十分难过 但恐病人见了这个样子 反添心酸 倒不是来开导 他的意思了 因说 宝玉 你特婆婆妈妈的了 他病人 不过是这样说 哪里就到这个田地呢 况且年纪又不大 略病病就好了 又回向秦氏道 你不要胡思乱想 岂不是自己添病了吗 贾荣道 他这病也不用别的 只吃得下些饭时 就不怕了 凤姐道 宝兄弟 太太叫你快些过去呢 你倒别在这里只管这么着 到招的媳妇也心里不好过 太太那里又惦着你 音像贾荣说道 你先同你宝叔叔过去吧 我还略坐坐呢 贾荣听说 吉同宝玉 过惠芳园去 这里 凤姐又劝解了一番 又滴滴说了许多中常话 由是打发人来两三遍 凤姐才向秦氏说道 你好生养着 我再来看你吧 何该你这病要好了 所以前日遇着这个好大夫 再也是不怕的了 秦氏笑道 任凭她是神仙 治了病 治不得命 婶子 我知道 这病不过是挨日子的 凤姐说道 你只管这么想 这哪里能好呢 总要想开了才好 况且听着大夫说 若是不治 怕的是春天不好 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 也难说了 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 别说一日两钱人参 就是两斤 也吃得起啊 好生养着吧 我就过园子里去了 秦氏又道 婶子 恕我不能跟过去了 闲了的时候 还求过来瞧瞧我呢 咱们娘儿俩坐坐 多说几句闲话 凤姐听了 不觉得眼圈又红了 道 我得了弦 必尝来看你 于是带着跟来的婆子媳妇们 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 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 只见黄花满地 白柳横坡 小桥通若椰之溪 取静皆天台之路 时钟轻流滴滴 梨落飘香 树头红叶翩翩 书林如画 西风乍紧 游听阴提 暖日长轩 又添穷雨 遥望东南 见几处衣衫之泻 静观西北 劫三间临水之轩 升黄迎坐 别有幽情 裸起川林 背天运至 凤姐儿看着园中景致 一步步行来 正赞赏时 猛然从假山石后 走出一个人来 向前对凤姐说道 请嫂子安 凤姐猛吃一惊 将身往后一退 说道 这是瑞大爷不是 贾瑞说道 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 凤姐儿道 不是不认得 猛然一见 想不到是大爷在这里 贾瑞道 也何该我与嫂子有缘 我方才偷出了席 在这里亲近地方 略散一散 不想就遇见嫂子 这不是有缘吗 一面说 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观看凤姐 凤姐是个聪明人 见她这个光景 如何不猜八九分呢 音向贾瑞假意含笑道 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说你好 今日见了 听你这几句话 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 这回子我要到太太们那边去呢 不得和你说话 等闲了再会吧 贾瑞道 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 又怕嫂子年轻 不肯轻易见人 凤姐又假笑道 一家骨肉 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 贾瑞听了这话 心中暗喜 因想到 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 那情景越发难堪了 凤姐说道 你快去入席去吧 看她拿住了 罚你的酒 贾瑞听了 身上已目了半边 慢慢地走着 一面回过头来看 凤姐故意地把脚放迟了 见她去远了 心里暗存道 这才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哪里有这样禽兽的人 她果如此 几时叫她死在我手里 她才知道我的手段 于是凤姐方一步前来 将转过一重山坡 见两三个婆子 慌慌张张地走来 见凤姐笑道 我们奶奶见二奶奶不来 急得了不得 叫奴才们又来请奶奶来了 凤姐说 你们奶奶就是这样 脊脚鬼似的 凤姐慢慢地走着 问 细文唱了几出了 那婆子回答道 唱了八九出了 说话之间 一到天香楼后门 见宝玉和一群丫头小子们 那里玩呢 凤姐说 宝兄弟 别特淘气了 一个丫头说道 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 请奶奶就从这边上去吧 凤姐听了 矮步提一上了楼 游士已在楼梯口等着 游士笑道 你们娘两个特好了 见了面 总舍不得来了 你明日搬来和她同住吧 你坐下 我先敬你一钟 于是凤姐致行夫人 王夫人前告坐 游士拿戏单来 让凤姐点戏 凤姐说 太太们在这里 我怎么敢点 行夫人 王夫人道 我们和亲家太太 点了好几出了 你点几出好的 我们听 凤姐立起身来 答应了 接过戏单 从头一看 点了一出还魂 一出谈词 递过戏单来说 现在唱的这双关告完了 再唱这两出 也就是时候了 王夫人道 可不是嘛 也该趁早 叫你哥哥嫂子歇歇 他们心里又不静 游士道 太太们又不是常来的 你儿们多坐一会子去 才有趣 天气还早呢 凤姐立起身来 往楼下一看 说 爷们都往哪里去了 旁边一个婆子道 爷们才到宁西轩 带了十番 那里吃酒去了 凤姐道 在这里不便宜 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 游士笑道 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人呢 于是说说笑笑 点的戏都唱完了 方才撤下酒席 摆上饭来 吃壁 大家才出园子来到上房 坐下吃了茶 才叫预备车 向游士的母亲告了辞 游士率同众姬妾 并家人媳妇们送出来 贾真率领众子职 在车旁示例 都等候着 见了行王二夫人 说道 二位婶子明日还过来逛逛 王夫人道 罢了 我们今儿整坐了一日 也罚了 明日也要歇歇 于是都上车去了 贾瑞游不住 拿眼看着凤姐 贾真进去后 李贵才拉过马来 宝玉齐上 随了王夫人去了 这里贾真 同一家子的兄弟子职 吃过饭 方大家散了 次日 仍是众族人等闹了一日 不必细说 此后凤姐不时亲自来看秦氏 秦氏 也有几日好些 也有几日歹些 贾真 游士 贾荣 甚是交心 且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 偏都值凤姐往宁府去了 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到交节的那几日 贾母 王夫人 凤姐 日日差人去看秦氏 回来的人都说 这几日没见天病 也没见大好 王夫人向贾母说 这个郑后 遇着这样节气 不天病 就有指望了 贾母说 可是呢 好个孩子 要有个长短 岂不叫人疼死 说着 一阵心酸 向凤姐说道 你们娘们好了一场 明日大出一 过了明日 你再看看她去 你细细的 瞧瞧她的光景 躺会好心 你回来告诉我 那孩子素日爱吃什么 你也常叫人送些给她 凤姐一一答应了 到初二日 吃了早饭 来到宁府里 看见秦氏光景 虽未添什么病 但那脸上 身上的肉 都受干了 于是 于是和秦氏做了半日 说了些闲话 又将这病无妨的话 开倒了一番 秦氏道 好不好 春天就知道了 如今 现过了冬至 又没怎么样 或者好的了 也未可知 婶子回老太太 太太 放心吧 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线的山药糕 我吃了两块 倒像刻画的洞似的 凤姐道 明日再给你送来 我到你婆婆那里瞧瞧 就要赶着回去 回老太太话去 秦氏道 婶子替我请老太太太太的安吧 凤姐答应着就出来了 到了游氏上房坐下 游氏道 你冷眼瞧瞧媳妇是怎么样 凤姐低了半日头 说道 这个就没法了 你也该将一应的后事 给他料理料理 冲一冲也好 游氏道 我也暗暗的叫人预备了 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 且慢慢的绊着呢 于是凤姐喝了茶 说了回子话 说道 我要快些回去 回老太太的话去呢 游氏道 你可慢慢的说 别吓着老人家 凤姐道 我知道 于是凤姐起身回到家中 见了贾母 说 荣哥媳妇请老太太安 给老太太磕头 说她好些了 求老祖宗放心吧 她家略好些 还给老太太磕头请安来呢 贾母道 你瞧她是怎么样 凤姐说 暂且无妨 精神还好呢 家母听了 沉吟了半日 应向凤姐说 你换换衣裳歇歇去吧 凤姐答应着 出来见过了王夫人 到了家中 平儿将轰的家常衣服 给凤姐换上了 凤姐坐下 应问 家中有什么事没有 平儿方端了茶来 递过去 说道 没有什么事 就是那三百两银子的利银 望儿嫂子送进来 我收了 还有瑞大爷 使人来打听 奶奶在家没有 她要来请安说话 凤姐听了 哼了一声 说道 这畜生何该作死 看她来了怎么样 平儿回道 这瑞大爷 是为什么只管来 凤姐虽将九月里 在宁府园子里 遇见她的光景 她说的话 都告诉了平儿 平儿说道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没人轮得混账东西 起这样念头 叫她不得好死 凤姐道 等她来了 我自有道理 不知贾瑞来时 坐河光景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再见 再见